伙伴们下午好 现在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分享 今天下午我们就是谈一谈爱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主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爱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有没有宗教的信仰 比如说我们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宗教的信仰没有关系 然后你也会发现你有没有信仰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那就是爱 然后我们在聊到情的时候 很多人也就会觉得就是说 就是这个情也可以不要的 或者说被情伤过的人 就是在这个情上伤过的人 然后你会发现他有时候对这个儿女之情 然后对父母之情 对男女之情 他都会有一种深深的绝望 然后 但是我们所有的人 然后你会发现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会说到一个字 那就是爱 而且我们对爱的渴望 我们对爱的认同 我们对爱的需要 都是同样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去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 就是在所有的 甚至是在所有所有的现象的背后 从本质上 我们都是动 我们本质上都是对爱的渴求 从本质上 我们都是对爱的渴望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现在 我们先不说 我们会不会爱 我们也不说我们 为什么我们爱的能力没有呈现出来 然后我们今天就先聊一聊 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都在说爱 你会包括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精神 我们把所有精神力的核心 留下来的这些经典 其实他在讲的也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他在讲的也都是爱 为什么大家到最后的落脚点是爱 就是因为我会我会我会发现 就是 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我们在寻找爱的这一个途径和方向上 我们在寻找爱的途径和方向上出错了 因为我们在找爱的途径和方向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外去寻找爱 我们在外去渴求爱 我们是渴求一个人的 或者说我们觉得在外面给我们爱 所以说我们我们的这个方向和途径一旦错了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你会你你总是会觉得就是这个爱 离我是非常非常远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途径和方向给他换一下 因为我们说的爱没有在外面 所以说外面给我们的爱是根本滋养不到我们的 就有时候一个人他出了状况以后 或者他出了问题以后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 我们也会说是这个环境 或者说是这个他的父母 或者说是是诸多诸多的原因 其实其实当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 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内在之路 那我们要走这条内在之路的时候 我们的方向和途径一定是要正确的 那这个方向和途径就是爱没有在外面 在我们的内在 哪怕我们现在爱的能力还没有呈现出来 哪怕我们现在爱的方向我们还没有寻找到 哪怕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感受到的 还是痛苦和冷漠和麻木比较多 但是这个途径和方向你一定要清楚的 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觉知 必须要带着我们觉察的力量 然后扫干净我们内在的通道 我们才可以呈现我们的爱 成为我们的爱 那怎么样我们去 去呈现 去呈现我们的爱 其实我昨天 我觉得昨天的 昨天的那一堂课 其实我觉得我把所有的这种方法都已经分享出来了 就是我们让我们疯狂的头脑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安静里面 我们在那个内在的安静里面 那里会有自然爱的流淌 它自然会有 它自然会有爱的呈现 然后我今天其实 其实想和 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就是 就是其实是第二个主题 因为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主题是 爱要具体才是落地 因为我一直就在说 觉知只有具体的时候才会深入 它不是一种泛泛而谈 当它只是一种泛泛而谈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去用 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用出来 因为你只有用出来的时候 它才会成为你自己的 也只有在用出来的时候 它才是真正落地的 那爱也同样如此 我们在聊到这个爱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说的是一种 我们说的是一种 在我们的这个语言的环境里面 我们更容易把它说成是一种状态 我们更容易把它说成是一种境界 我们更容易把它 把它把它虚化 但是我觉得爱要具体 就是它一定是落实在和践行在 我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当我只有把这个爱具体化的时候 那我才是真正的让爱通过我 我让爱通过我呈现出来了 那为什么我还是这么的强调这个爱要具体呢 特别是 特别是我 我就发现我们 我们大人 我们大人对我们孩子讲话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告诉他 宝贝妈妈爱你 然后我们也会告诉他 宝贝爸爸爱你 我们会告诉他 我们很爱你 我们很爱你 但是你去问 你有时候你再去问一下这个孩子 你能感受到 你能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吗 你能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吗 其实你有时候你需要站在 你需要站在他们的角度 你需要站在的位置 他们的位置去 去再去审视一下自己的 因为我发现在他们的那里 爱是具体的 不是抽象的 那就是 其实他们 比如说作为一个孩子 他有时候 他的要求就是 你要好好的听我讲话 那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有没有真正的和我在一起 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是一直在忙着你工作上的事情呢 忙着玩你的 看你的那个手机呢 还是在忙着在你自己的那个心思和悲伤里面出不来的呢 其实这就是爱要具体 爱要具体就 就是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个当下 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讲爱 其实就是因为当爱 当有了爱以后 你所有的一切的力量都会升起来了 我们经常会看到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非常柔柔弱弱的女子 女性 然后他在面对这个 他在 他他没有 就是在这 在他没有孩子之前和他有孩子之前 他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然后你会发现 他本来他是非常 他没有经历过什么 他是非常柔柔弱弱的 但是有时候他因为爱 因为这个孩子而呈现出来的那一种爱 呈现出来的那一种力量 他他会让人刮目相看 那我觉得也是 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总是在找方法 我们现在总是在找方式 我们总是在去找解决方案 其实如果说我们能把我们心中的那个爱呈现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会很自然而然的知道 你该怎样去做 你该如何去做 你说我非常的热爱我的工作 当你非常的去爱你的工作的时候 你的心中有那一份爱里面 他包含着什么 爱里面他一定没有冷漠 爱里面有热情 爱里面有创造力 爱一定是非常鲜活的流动的 他会在那个环境下 他用他的热情 然后用他的爱 他真的可以在一片荒漠里面去创造 绿洲 这就是爱具有这么大的能量 爱具有这么大的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我们很多的时候都飘在飘在上空 当我们飘在上空的时候呢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非常的容易受挫 我们的内心非常的容易受挫 因为我没有得到你的认可 因为我没有得到你的肯定 因为我没有得到别人给我的掌声 所以我的内心就 我的内心就就就就没有力量再往前行了 那这个是这个就这个就就就就他就是没有开启内心 他就是那种爱没有呈现出来 当这个爱呈现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这个爱呈现出来了 我就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特别是对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记得是有一次 我我在房间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打扫卫生 我要布置房间 然后那个沙发呀 他们三个人抬进去的 然后那个门很窄 然后那个沙发还有点宽 我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一个人从哪里来的劲儿 然后我就一个人把那个沙发给推了出来 而且是怎么推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 就我发现我心中有很多时候呢 我想去呈现这一件事情 我想去做这一件事情 我必须需要这一份爱的力量 如果没有这一份爱的力量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持续性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让我把这一件事情坚持下来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问题 然后归根结底就是 我们没有去滋养过我们的生命 我们没有让我们心灵上 我们内心这一种爱的力量呈现出来 当没有爱的力量没有呈现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经常会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 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该怎么做 然后我们经常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状况 就是我该怎么办 然后我们还会经常出现呈现出来的一种状况 就是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然后还会经常会出现的就是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你告诉他 你把这个扔到垃圾桶里 他就会把这个扔到垃圾桶里 但是他绝对不会再有第二步 他不会想到就是 我要这个垃圾桶已经满了 我要把这个垃圾袋扔到那一个给他带出去 那他就不会想到第二步 你会发现真正的我们的心中 有这一份爱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时候 难你不觉得难 苦 你不觉得苦 问题在你那里就不是了问题 你会为这些问题 你会找出一千种方法 一万种方法 总之 因为你呢 因为你的内心有了这样的一份热爱 你的这一份热爱会通过你 会通过你的肉身 会通过你的语言 会通过你的行为 向外散发出来 有 有爱到的地方 就是那里一定是温暖的 很冷 他有可能那个零下多少度 他有可能很冷 但是每个人能感受到那种心之光 是温暖的 然后你通过这个爱 通过你的身体 你的语言 你的行为 呈现出来的就是 你遇到的所有的问题 在这个爱的面前 都不是问题 你会找出很多很多种的方法去解决 你会惊叹于自己的力量 你会惊叹 其实 其实当每一件你因爱而完成 因爱而去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每做成 你每次完成的时候 你回头一看 你都会觉得 特别的感动 这是我做的吗 我怎么能做出这么美的东西 我怎么能做出这么完美的东西 你都会被自己 你会被自己给感动到 所以说 我说的这一个 爱要具体才是落地 因为只有爱是具体的时候 它就通过我呈现了出来 它通过我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呈现的是爱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是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 是所有的来你这里的人 他都能感受得到的 是生活在这个场域里面的人 都能感受到的 但是哪怕你这里 不管是弄得多么的美 多么的干净 多么的有序 对于一个场域来说 它一切的都是那么的井井有条 然后如果这里没有爱心的话 没有一颗有爱的心的话的话 你会发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冰冷的 这就是一个人也是这样 如果这个人他的内心 他有爱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就会说 君姐你说找男朋友要找有爱的人 那我怎么才能去看到 他是不是一个有爱的人 其实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是一个有爱的人 你是一颗有心的人 你自然的就能看见 他是一个有爱的人 你自然的能看见 他是一个有心的人 他绝对不是说 我给你一个1234567 你按照这样的 你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就去找 比如说有人给 第一他是孝顺他的父母的 第二他是 他是喜欢动物的 这个都是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泛泛之谈 就是他是有他是一个有爱的人 你是能够感受到的 你和他在一起的那种舒服 他的那种柔软 他的那种自在 你在那 你会发现我们都会 我们都想去靠近 我们想去靠近有光的地方 我们想去靠近 我们想去 想去冬天的时候 我们想去靠近火炉 我们想去靠近温暖的地方 你是能够感受到的 但我们现代人 我们现代人感受不到 我们感受不到 是因为我们完全的活在我们的那一堆的 我们活在我们那一堆的信息之中 然后那一堆信息里面呢 有各种各样的信息 各种各样的信息 我们在那一堆信息里面 按我们去找 我们去找合乎那一堆标准的一个人 然后你寻寻觅觅 有可能呢 找不到 有可能你找到了 找到了以后 你会觉得这个不是的 这一套理论是骗人的 其实关键就是 我们就是要用觉知 来让我们亮起来 让我们的内心亮起来 让我们的本来之心呈现起来 当我们的本来之心呈现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 你真的自然知道该怎么办 你非常非常自然的 而且他不是说我的 就是因为还会有很多人就问 我是做企业的 我是做公司的 你说的我不要让我有标准 不要让我有制度 不要不要有这些东西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会出现很多这样 会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 但其实 其实 你会发现 仅仅有标准 仅仅有制度 仅仅有一套秩序 然后我们的心 是分崩离析的时候 我们的心呢 是四分五裂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还是会按照那一套标准 还是会按照那一套秩序 还是会按照那一套流程来走 可是 我们在这个环境和场域之下 都会感受到的是一种冷漠 我们感受到的都是一种 就是我们 我们现代人的一种一个通病 一个病争 我们感 感受到的都是那一种 感受到的就就好像钢筋水泥一样 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感觉 当内心 我们的那种本来的爱 首先它滋养到的是我们自己 然后才通过我散发出来 才通过因我 因我所有的呈现而呈现出来 当有这样的一种呈现以后 它会非常非常的具体 它会给你提供 它会给你 我觉得 我觉得那是智慧的源泉 就是它真的就是会给你提供 当你有了爱以后 它会自然而然的 你内心会有很多很多的创造力 这样 就真的我们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避免一切的形式化 我们才能避免一切的固定化 我们才能避免这个老化 因为我在看很多人去工作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 是形式化的在工作 以前的我会认为是因为他们没有思路 以前我会认为是他们没有思维方式 然后我就会觉得 他们需要提升的是认知 然后提升的是自己的思维方式 然后但是你会发现 然后过上一周以后 他又会 又会朝着自己的那种形式化的 那种固化的 又会朝着那一方面走 然后慢慢慢慢我就发现 我好像找到正结了 其实并和他们的思维没有关系 和他们的认知没有关系 关键就是他们心中 他们内心没有那样的一份爱 他们内心没有那样的一份热爱 他们内心没有那样一份爱的爱的时候 他会自然而然的 就跟随着头脑就有的那种认知模式 他就会跟随头脑就有的那种习性模式去走了 这也是我们说 我们要有觉知 因为当我们有觉知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这些 我们有觉知的时候 才会把我们内心很多的东西 就是我们能够看见它 我们能够识别它 当我们不断的去看见它 不断的去识别它 不断的去看见它不属于我的本来 它只是我们那些尘埃 只是我生命里面的尘埃 我因为我生命里面的尘埃 遮盖住了 蒙蔽住了我的心 让我看不见我的本心了 这就是觉知 然后在我通过不断的去觉知 不断的去觉察 不断的去看见 不断的去直面的时候 我不断的去 不断的去体验 每一个每一个虚幻和虚妄的时候 然后 我就触碰到了那一份 最真切的 最实在的爱 它就在我们的内在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是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讲爱 爱 是最为稀缺之物 爱是所有人世间 所有的万物都渴求的 爱 也是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 宇宙间 最伟大的 我们说 这个很贵 那个很贵 这个品牌 那个品牌 我说如果没有了爱 这些所有的一切 又有什么价值 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杯子 因为你爱它 你很珍贵它 所以它变成了 一个有价值的物品 一朵花 因为爱的存在 因为爱的看见 所以它有价值了 那如果没有这一份爱 就像我儿子问我 他说 妈妈 你说我的玩具是破玩意儿 那你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破玩意儿呢 然后我说 我说 我说你的玩具是破玩意儿 是因为你没有珍惜它 你没有爱它 如果你非常非常爱它的时候 那这个玩具 它就熠熠生灰了 我们都可以想一下 这个世间 所有物质的总和 都抵不过爱 也是因为有了爱 这些物质 才有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没有了爱 这些物质 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一个豪华的房子 这个房子再怎么豪华 它没有了爱 这座房子的价值和意义 还有吗 没有了 一个人 他的躯壳 怎么的健康 他的身体多么的健康 但是 他的灵魂 他没有爱了 他的心中没有爱了 他完全的在一种模式 在一种认知 在一种概念 在那个里面 那这个人 他感受到的就只是 无尽的痛苦 很多人不能够理解 很多人会说 哎呀你看他 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工作又很好 家庭又比较富裕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好痛苦的呢 他有什么 他有 他有 他有什么想 想轻生的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这一颗心 他和所有的外界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我们总会认为 我们总会认为什么呢 我们总会认为 我过得好不好 和外界有关系 我们总会认为 我有了大房子 我就会很幸福 很开心 我们总会认为 我换了我身边的朋友 我就会很幸福 很开心 我们总认为 是在外面 其实 今天你真的可以去 捋一下你自己的经历 生活的经历 可以把这些 把你内在的 就是你的过往都捋一遍 你会发现 你什么时候最开心 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好像是最开心的 你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 你很开心 但是我们现在 慢慢慢慢的 我们拥有了很多很多 我们却越来越不开心 不幸福了 我们到现在还是这样 我们还会认为 我身体好了 我就怎么怎么样了 我的孩子好了 我就怎么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还在处于这样的一种 思维方式 我们还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之中 我曾经和一个朋友说过 我说如果你当下都不能好 你怎么可能去寄希望于未来呢 你的未来不就是当下一点一点的形成和创造出来的吗 如果我们在当下 我们在此时此刻 我们都没有办法好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都没有办法安心 我们怎么可能寄这个好于未来呢 我们怎么能够就是再去期待一个明天呢 一定是在这个当下 当你有了爱以后 然后你真的会发现 很多神奇的创造力 就会在你的身上产生 就会在你的生活里面发生 你会用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一直都是在谈的是科技 然后我们让我们的科技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我们让我们的更方便更快速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反思一下 真的就是有时候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为了我们的方便 我们不停的就是在这个快速之中 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东西呢 甚至是失去了我们对爱的体验 失去了我们对爱的感受呢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不停的去匆忙的 去想想要到达那个目的地 想要去到达那个目标 其实我每天都在想着未来 我在想着我的目标的时候 我就没有在这个当下 我们我就没有在这个眼前 在这个当下 好好的去珍惜过 当我没有好好地去珍惜过的时候 你能说我拥有了什么吗 就好像我们每天的静心音频一样 我们每天早上的静心音频 有阳光 有蓝天白云 有风 有雨 有大地 有树 有花 有草 那当你在没有听这些静心音频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同样拥有着这些东西 我们拥有着这个大自然所有的馈赠 那你感受到过吗 没有感受到过 就是当你没有去感受到过 你拥有的东西这么珍贵的时候 或者说你从来没有 你没有感受到过 你拥有的快乐的时候 那你就不算拥有 就像是和平战事理念的一句话 那个就是 就是苏格拉底问那个丹米尔曼 你确定你现在是在活着的吗 你现在是不是也是在梦里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都可以反问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每天 我们每天过的其实是特别特别实在而具体的日子 但是我们并没有珍惜和拥有过 我们先就不要说珍惜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拥有过我们实实在在的日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从来没有去 你从来没有去珍惜和享受过 就好像一个很老套的一个故事 有一个妇人不停的在挣钱 然后她就在海边买房子 然后又在不停的挣钱 为什么呢 她就想这一个 有一天她能够安安静静的坐在这个海上 看着大海 住在这个房子里 然后她那个佣人就说 我正在享受着这一切呀 那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拥有 其实我觉得是 我觉得就是你珍惜过 你真正的直面的体验过 你所拥有的一切 这才是真正的活过 如果说我们把这一切都变成一种形式的话 那真的没有真正的活过 那当我们没有真正的活过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梦中人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梦中人 你拥有孩子 但你却从来没有 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具体的 去和这个孩子相处过 你没有 那样一份陪伴的时候 你没有那一份爱的流动的时候 那你就没有这个孩子 虽然他长得很像你 虽然他跟着你的姓氏 虽然你有可能每天在带着他 但是你从来没有体会过 你和孩子之间的这一种 情感的流动 丰富和快乐 那你就没有拥有过这个孩子 就是有很多人就会问我亲子关系 其实很多时候 我会反过来问他们 我说你和你孩子在一起 你感受到过快乐吗 你感受到过幸福吗 你感受到过这个孩子 带给你的全新的生命的体验吗 其实这才是亲子 或者这才是所有关系中最可贵的 最可贵的 就在这个地方 这才是真正的你拥有过 这才是真正的你在生活着 而不是一堆一堆的认知和概念 一堆的标准 一堆的信息在生活 而是你这个生命 在真真实实 踏踏实实的活着 我觉得这是活着 这是真正的活着 真真正的活着 他一定是 他一定是充满爱的 充满爱的时候 他会让一切都不再一样 那还有一个想和大家聊的就是 为你的爱去行动吧 为什么会单独的把这个讲出来呢 因为 因为我觉得爱就是要行动的呀 因为我觉得爱他一定不是我天天的一个口号啊 我有没有为我的爱去做过什么呢 我有没有为他去做过什么 这才是最根本的 有人说 我很爱我的工作 但是 后边就又会多一个单式 这个单式什么呢 但是 我们的工资很低 但是我们的工作环境 但是我们的人际关系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但是 爱是什么 就是 因为有了爱 我才能够去承受和承担这一切呀 可是我就发现我们现代人 不愿为自己的爱付出 说一个付出 我有时候就觉得是 俗读了那个付出 你不愿为你的爱去行动那么一点点 就是 什么是 什么是行动呢 这样来说吧 说一个 我很爱我的身体 举个这样的例子 那 你为你的这个 这个躯体 你很爱它 你想让它 比如说你有一个 你有一个标准 比如说你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标准 你要让它成为那样的一个 一个标准 那你会很 那你会去什么 那你会 那你 那你在这个爱里面 你会 你会有 你会有戒 对不对 你会 你肯定会有戒的呀 能做的 能吃的 不能吃的 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就是一种 戒 你会有 戒指的产生 这个戒指 自律 它会有这些东西 那我们再去 我们 我们再去爱我们的孩子 我们说我们很爱很爱我们的孩子 那这个爱里面 是不是也是有很多要舍弃自我的东西 我们会有很多要舍弃自我的东西 就是我们说付出 付出是什么 付出不就是舍掉自我吗 就是我们舍去这个自我很多很多的东西 才是才是付出 而不是带着我的 他带我的是欲望 带我的 不管我做了多少都是欲望 他他不是付出 付出就一定是舍弃了我 是舍去了我 才是真正的付出 那你就是 就是要 那你为你的所爱 你说我喜欢 我就是喜欢听 我就是喜欢艺术 我就是喜欢音乐 那你就会为他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 这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怎么可以对 为这个音乐做出这么疯狂的事情呢 他怎么会卖掉自己的房子呢 他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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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这个 放弃他自己的 什么已有的一些东西呢 这就是你 你为你的爱要做的呀 这就是你为你的爱要付出的 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这个样子不是很正常的吗 那我们去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现在经常会说 我非常非常非常地爱他 我在这里就是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你真的是很爱很爱他吗 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爱吗 还是用我们的认知和用我们的欲望 再去爱呢 他本质上有非常大的区别 我也会对很多的 很多人讲过 我说真的要感谢 每个能够带给我们爱的体验的人 你不要管 你不要管结果如何 能够带给你那种爱的体验的人 我们都要去感谢他 你不要管故事的剧情是什么样子 你一定要记住 他开启了你的心 他开启了你爱的体验 你体正到了爱的感觉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都要感谢他 你会发现在那个爱的体验中 你会自然而然地去为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不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我说你先不要管剧情如何 因为慢慢慢慢地 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初心 我们忘记了对方带给我们爱的体验的感觉 我们就活在了另外的一种标准和期待里 为什么我很感谢我的儿子呢 因为他带给了我一种爱的体验 而是纯然的爱的体验 在这之前 我会觉得我对爱的理解是抽象的 但是当我儿子出生的时候 我觉得我理解的爱 从抽象的变成具体的变成实际的 他落地了 当他落地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就是一种爱的力量 爱呈现出来的创造力 爱带来的潜力 都是我在我孩子的这一段亲子关系中 发生的 所以我并没有想着 我从来没有想过 就是我的孩子会成为什么什么样的人 他会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他将来会怎么怎么样 我好像很少去关注 或者去思考这件事情 当我 他带给我的这种爱的体验 是因为他的出生 我进入到了一种 母性身份的这种角色里以后 是他带给我的 在这种爱的体验里 我们更能够去看见生命 疗悟生命 其实我们对生命很多时候的一种 动间 我们对生命的体悟 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产生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去管 我们的剧情如何 这个人是否伤害过我 这个人是否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你一定要去记住你的初心 和你那个爱的最初的体验 还有就是 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呢 付出一点 我们都会觉得付出很多很多 其实 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了解 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我是在为我的生命 我爱我自己 我爱我的生命 我所付出和所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对我自己 我没有对任何人 就是 我难道不应该去爱我的生命吗 我难 当我爱我的生命的时候 我不就是要对我自己的生命 去承担起来 去负责起来吗 当我很爱我的生命的时候 那是不是有损我这些生命的 不是身体哦 是生命 就是生命不等同于身体 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 它不仅仅是吸烟喝酒熬夜 它不仅仅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其实我觉得关键的就是 你的心有没有形式化 有没有固化 有没有老化 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 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的生命 不应该为我们的生命中 所呈现出来的那些所爱 去做点什么吗 去付出点什么吗 去行动点什么吗 这样的话 你就不可能会有纠结 你怎么可能会有纠结呢 我爱我的孩子 所以 我会舍弃我 去做 更适合他的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这个家 我会舍弃自我 去做为这个家做的 那在最根本的地方就是 因为我爱我自己 因为我爱我的生命 我明白 这个生命来之不易 我难道不应该 去承担起我的生命 我的选择吗 其实最根本的地方 你会发现 你看似在 敷衍他人 其实在 敷衍自己 你看似在 爱别人 其实 你是在 爱你自己 你看似在 利益他人 其实你在 利益你自己 你会发现 都是从你的这一颗心 发出来的 但是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中 它是有层层的迷雾的 这个迷雾 会我们会经常 陷在我们的情绪里面 我们是看不清楚的 人生 有缺憾 事情 有缺憾 但我要在 后面加一句 因为有爱 所以 一切 都圆满 这是我自己的 一点体悟 就是 事情 总有遗憾 但是因为 有了爱 你会发现 很圆满 事情 哪怕做得再圆满 因为 没有爱 总是一种 缺憾 然后 这个人 也是这样的 就是 因为 他只要有爱 你就会发现 他很可爱 这就是 今天下午 和伙伴们的分享 我觉得 我有点 词不达意 就是 爱的 精髓 好像 我还没有 还没有办法 那么 完完全全的 通过我的语言 把它表达出来 嗯 就是 和大家能说的 好像就是 就是这么多 嗯 就是 你 真的 不要去抱怨 因为你所有的选择 都是 你的 所爱 就像 你买的一件衣服 你很爱它 你很喜欢 在那个衣服 垫挂着的时候 你非常喜欢 那种怦然心动 可是 当买回来以后 你把它 遗忘了 那它便没有了 我们现在都拥有 很多很多的 很珍贵的 最重要的 我们拥有 生命 我们拥有精神 我们拥有 内在的生命力 我们拥有 觉知 我们拥有 爱 我们拥有 最完美的身体 最独一无二的容貌 可是这些 我们都感受不到 所以 我们就一直在 敷衍着 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看见回归的课呢 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其实这是 我就想和大家说的 就是 你一定不要辜负了 你自己 我们不说辜负其他人 你不要辜负了 你自己的选择 选择 这个生命 你不要辜负了 自己的这个生命 谢谢所有伙伴的陪伴 今天下午的分享呢 就到这儿了